大家好 咱们现在一夸这个女孩长得好看 都会说沉鱼落雁 碧月羞花 这八个字形容的是中国古代的四大美女 西施王昭君 貂蝉杨贵妃 可能各位朋友找女朋友的时候 也按照这个标准去找 然而四大美女不是一脉相承 名单上的人增增俭俭 换了很多次 那四大美女这个概念都经历了哪些演变 谁上过这个榜单 咱今儿就来聊聊这个 先秦时期说到美人 人们一般会拿毛强西施正诞举例 管子里边就有记载 毛强西施天下之美人也 毛强是跟西施同时出现的美女 西施爱皱眉头 毛强爱笑 他俩属于两个不同的风格 正诞和西施一样是作为贡品 被打包送给吴国 岳爵书有这么句话 乃是美女西施正诞 使大夫肿陷于吴王 相传岳王勾剑给夫差送了西施 又怕这个夫差精力旺盛 嫌疑个太少 就再送了个正诞 希望多角度全方位满足夫差的要求 在勾剑灭吾的战争当中 正诞也立下了不少功劳 同时呢 其他国家也出现了这个不少美女 像陈国的西龟 齐国的文江 郑国的夏基 不过呢 在提到他们的时候啊 更多的是说他们有魅惑性 私生活放荡 还给自家男人带来杀身之祸 属于这个狐狸精 第一次出现几大美女的概念 是唐代的玄幻奇闻 周琴行迹 里边呢 提到往唐名臣牛僧儒的一段奇闻 当年考进士落地回家 走到明高山泥路了 无意间呢 到了刘邦的伯基 也就是汉文帝生母 伯太后的庙中 伯太后请出四位美女陪她喝酒 这四位美女呢 分别是契夫人 王昭君 杨玉桓和潘淑妃 几位一起喝酒念诗 感慨人生 这里边契夫人是刘邦的宠妃 擅长舞蹈 刘邦死后被吕后做成了人质 潘淑妃是南朝留宋皇帝 宋文帝刘一龙的宠妃 生了个儿子叫刘俊 由于潘淑妃太得宠 使得皇后抑郁而死 皇后去世之后 皇后的儿子太子刘绍 对潘淑妃母子非常怨恨 刘俊这个人不靠谱 原本就不受刘一龙喜爱 只能去巴结太子自保 后来呢 太子与皇帝不和 刘绍和刘俊哥俩一起 勾结了一个神婆 行巫蛊之术 诅咒皇帝 事情一败露 刘一龙打算废掉太子 潘淑妃就把这事呢 告诉了刘俊 刘俊呢又透露给了刘绍 刘绍率先发动叛变 试杀刘一龙 顺便也杀了潘淑妃 刘俊得知母亲被杀之后 说由来所怨 那意思是我期盼已久了 那看来潘淑妃这辈子 活得挺失败的 此外这个潘淑妃呢 还携带着一位吹笛子的美女 是西晋富豪石虫家的绿猪 也就是说小说的呀 主角是四位美女 但全文呢 一共出现了六个女性 而且伯太后和绿猪呢 形象也不差 你要说这个周秦行记 记录的是六大美女 也说得过去 第一次出现四大美女的概念 是宋朝 当时社会流行一种四美人画 画着四个又狗狗又丢丢的大妞 宋人诗集当中 也收录有很多 关于四美人画的诗词 四美人呢 一般没有特指是谁 就出土的这个文物来看 大部分画作画的是 王昭君 赵飞燕 班昭和绿猪 班昭是班超的妹妹 东汉有名的才女 写过一本书呢 叫女界 被皇上召进宫 给妃子贵人们当老师 到了明朝呢 四大美女的概念 就又有了一定的改变 当时的诗人张远凯 出了一本诗集 叫伐谈摘集 里面呢提到了中国古代的四大美女 分别是王昭君 赵飞燕 这个卓文君和绿猪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 因为市井小说非常流行 出现了一些呢 虚构的女性人物 按照现在的说法 属于二次元美女 像文正明自己 又搞了一个美女大排名 选出了自个儿的一个 心目中最中意的十位美女 还为此作诗一首 叫十美诗 这里边排在第九位的崔英英 就属于纯属虚构的人物 最早出现了元枕的英英传 其中张生对崔英英 使乱中气 后来王师傅 编写《西乡记》的时候呢 张生跟崔英英自由恋爱 冲破重重阻碍 终成眷属 《红楼梦》里 林黛玉做五首诗 合称五美银 排第五的红佛女 也是虚构人物 来自唐代传奇故事 《求然客传》 红佛女姓张 司空杨素 府上的侍女 打小练就一双火眼金睛 一眼就看出 当时还是平民的李静 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网上偷偷离开杨府 主动投奔李静 跟他结为夫妻 还有一位美女貂蝉 也是在明清时期编出来了 那貂蝉呢 原本指貂尾和妇蝉 是古代世中 这种皇帝禁臣帽子上的装饰品 三国政史没有貂蝉的记载 原杂剧才开始出现 后来经过三国演义的传播 家喻户晓成了著名的美女 咱们熟悉的四大美人 一起集体亮相 还要等到清代小曲 和几亿白雪遗音当中 其中有一篇叫做闹腮胡的小曲 有这么几句 西师王昭君 貂蝉杨贵妃 他们找的人呢 都是落腮胡子 各位观众 你们谁要是有落腮胡子 那可就有艳符了 这里说的四大美人 就跟咱们现在流行的说法一样了 而这个小曲是晚清时期才出现 也就是貂蝉第一次出现在四大美人的行列 清光旭年间出了一本宴情小说 四大美人宴史 讲述了这四位美女的故事 自此四大美女的地位才算是确定了下来 四大美女的名单定下来了 咱们知道形容这四位 通常用沉鱼落雁 碧月修花 其实这八个字早在宋朝 就被拿来夸姑娘 只是后人在讲他们故事的时候 发现都能对得上 西师是幻沙女出身 安排个沉鱼的故事逻辑很通顺 王昭君在北和亲 有可能撞上大雁 原杂剧里貂蝉有拜月 希望和吕布团圆的剧情 说他闭月也很合理 杨贵妃身为贵妃 在御华园里修一修 就是常有的事 修花也说得过去 于是这八个字就对上了这四个人 好了 关于中国古代四大美女 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 欢迎大家关注我的频道 加入我的会员 谢谢大家